看看新闻吧 因为他很怕真的不可以 但是对啊 就没想到他25年前已经在做公益 还蛮厉害的 所以很敬佩 这位前辈这样 其实上海无常献血 第一次启用明星作为形象大使 是因为这些年上海用血需求增速迅猛 因此希望可以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和了解 并加入到其中奉献出自己身体力行的爱 帮到人家的同时就一定会自己受到一些影响 我觉得我是帮人会得到快乐的 那我觉得如果你常常试试看去帮人 如果你有快乐的话 那你就会停不了了 就像一个习惯 今年是第十年 希望还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因为我希望以后可以多来上海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就是捐学 帮人又可以帮他